院长就拓展观光亮点 带动兆元产业报告才是 决定一予以备查 院长表示 交通部推动台湾观光新品牌的努力值得肯定 请持续透过多元管道来扩大宣传 吸引国际旅客 台湾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 以及世界级的观光景点 除行销外 也应该持续透过观光资源的整合及规划 软硬基础设施 软硬基础建设的提升 拓展全球组织整备计划 培训产业人才 提升服务能量 不断提升国内旅游魅力 早日顺利达成千万旅客来台目标 院长表示 我们欢迎陆客来台的政策 始终没有改变 两岸可以先从重启双边对等的观光旅游 跨出第一步 期盼中国方面也能展现相对的善意跟努力 共同为两岸和平与交流做出贡献 有关旅行社组团附入事宜 交通部原宣布执行到今年5月31日为止 但考量有一定数量的旅行团 未能于5月底前及时付诸执行 为维护旅客及旅行业者的权益 政府决定 113年6月1日以前 规划的旅行团可以继续执行 未来我们会试执行的状况 适时进行滚动检讨 让相关政策符合全民及观光业的最大利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